我母亲是非你莫属这个节目的资深的粉丝 我大三的时候就不停地给我安利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的求知欲很强 随着你自己知道的东西越多以后 就越容易感觉自己其实很无知 尽管就会希望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陈叶玲 女24岁浙江人 英国斯旺西大学硕士国际经济法与海商法专业 大家好 我是陈叶玲 英国法学硕士预毕业 专业方向是国际经济与知识产权 本科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与武汉大学 在大学期间我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学生工作 此外还参与了三个创业团队 在学习与学生工作之外 我也不忘发展自己的个人爱好 一 德语 A2水平 二 投资 利用自己的奖学金 在股市里赚到了第一桶金 三 摄影 在留学期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将此发展成为了 当地华人圈的一个特色栏目 今天十分荣幸 我可以站在非你莫属这个大舞台上面 希望可以在这里求到一份 与法律相关的职务 并且十分荣幸 马上就可以得到各位boss 以及托老师的点播 谢谢大家 陈叶玲 24岁 这个在英国留学是2015年到2017年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最大的收获是第一 我出去见了一下外面的世界 了解了 就自己个人了解了一些不同文化上面的差异 当然对自己的个人观点会有带来相应的改进 第二 必然是英语能力的极大提升 第三就是对于英国法系的一个了解和参与 通过参与模拟法庭 然后进入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诉讼过程当中 然后其中也给自己累积了极多的诉讼知识 这个在大学期间他还创过业 虽然他今天应聘的是法律相关 你在创业上面写的是什么 为网易做过线下推广 对 主要以什么形式 个人最喜欢的是做过一个线下推广类的活动 然后当时是在校内举办了一场线上的选美竞赛 评选我们学校的最美学妹 然后自己抱着摄影机 每天蹲在食堂门口 到处抓着可爱的学妹们拍照 你还做初信记者 对 你现在现场跟我们演绎一下 比如说这就是我们的选美现场 来我们这也有美女 比如说现在就是在食堂门口 你就瞄在那儿做现场直播 你看到了哪些美女和帅哥 来你说一下 在这儿在这儿 那个直接模拟吗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自己认为自己是美女 没事没事 你就现在开始 不是 如果在食堂门口 连我这样都没被拦下来 那这个记者有点问题 学妹你好 咱们现在在做一个活动 然后呢是想要评选 我们学校的最美学妹 如果评选得到第一的话 将会有机会和网易合作 做她的那个签约模特 学妹我看您特别漂亮 也特别可爱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就跟我们合作一下 拍一个照 仅仅只是拍一个照 不会耽误你多长的时间 后期呢我们将会把这个 发布到网上一个论坛上面 进行投票 只要您愿意 你也可以发动您的朋友 帮您投票 我刚刚还想说呢 我上周刚刚上了热搜 你显然没有看新闻 我已经是很出名的模特了 什么抱歉 刚才罗嘉想说什么 学法律的人一定是 严谨一概能够提炼 精准的语言和抓人 但是你看你讲了半天 说实话我们听起来 觉得很枯燥 说实话 所以你在接下来的 沟通过程当中 你要朝着你想应聘的岗位 去展示 在第二环节好好地展现 好吧 法律相关所具体指的岗位 是什么岗位 企业法务 律师助理 或者是商标代理人 这是专利代理人 等等 你通过了司法考试吗 因为回国时间太晚了 错过了今年司法考试 那他好像也只能做助理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底薪不低于五千元 五千元 你有低于限制吗 目前没有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好 还剩十一盏灯 天生唯有才 来 把智商考题 拿出来 这个你晒晒阳台的衣服 被吹到楼下 捡起衣服的人 却不把衣服还给你 你会如何处理 第一 我会先找到那个人 然后十分和善地告诉他说 同学 我的衣服掉在楼下了 您是否有捡到 那位大帅哥 就是捡到你衣服的人 你说吧 我捡到 你捡到了 这件衣服 我先不作声 波士团新成员童哲 北京万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万门大学 是中国第一所网络大学 全国有超过五百万学员 致力于降低中国教育门槛 普及高品质课程 同学 您好 昨天我把有一件衣服 挂在阳台上面 结果沸风吹到了楼下 请问您有没有看到 这样类似的衣服 大概有照片在这 可是我怎么知道 这是你的呢 这上面也没写你的名字 您可以看到 第一 这是照片 就说明这件衣服 曾经是属于我的 第二 这件衣服是优衣库的 因为我在优衣库也有看到 同学 如果您拒不归还的话 你这个就可能就会侵害了 侵害了我的个人财务 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后果哟 这位小妹其实 做法非常的专业 这样 我其实是想帮她说一句话 因为你的这个标的物 金额并不大 对 对吧 对 那么要走法律程序吗 还是庭外和解 一定是庭外 如果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 就快速解决掉 你应该告诉人家 这件衣服对你有多么重要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三位老师 叶玲 这道题主要看的你是在 你冲突管理里面的 一个沟通方式 我们讨论了一下 总的感受就是 你对人际关系 不是那么敏感 你从上台之后 你一直希望自己的用词 和语句比较考究 但是好像有点弄巧成拙 多一点真实度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你刚才提到了误权的问题 其实这道题不是考核 你这个衣服有多贵重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你要把生活频道和工作频道 成功地迅速地切换 会离幸福更近一点 谢谢 哎呀 这个解读很有哲学感 来 十一位老板 有哪个老板会提供 由于法律相关的职位的 可以向他提问题 我觉得法律呢 这个刚才你讲到 见到法律 你非常有激情 对 我觉得激情一定是 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冲动 比如说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的这个动力的来源是什么 其实有一些被您说中了 我想要学法学的初衷 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有能力 去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我想问你就是 因为学律师是很理性的嘛 波士团新成员李俊峰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好当家成立于1978年 是国内唯一的有机海参的 全产业链A股上市企业 旗下拥有远洋捕捞船队 好当家有机海参专卖店 和好当家海参捞换时尚餐厅等 致力于打造从海洋到餐桌的 百年海洋食品企业 就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好像不是很理性 是很感性 那你对你的职业规划 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那个我目前的个人职业规划是 先从律师助理做起 因为我还没有通过司法考试 近一年内的目标 是以通过司法考试为主要目标 其外第二目标是要通过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比起做企业法务 其实更加希望 可以在专业的律所里面 先开始自己的职场出体验 OK了解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想去甲方咯 你想去律师事务所 而不是想去他们这些企业 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我也感觉是 是这个意思吗 是 那今天没有律师事务所 银科律云没来 你是非主持人 是非要做律师吗 并不是 也一样可以接受企业法务 我觉得你不适合做律师 对 我觉得这里可能所有的嘉宾 我估计没有人会请你去做律师 波士团新成员熊平 51CTO创始人 总裁 51CTO是追求 技术成就梦想的中国IT技术人 首选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 旗下拥有51CTO传媒 WOT技术大会 51CTO学院 多个优质服务品牌 其实可能都是 尽力做直接转向的 包括我留着灯 我觉得其实 虽然他可能表现出有很多 我觉得这是特点的 这个标准的 大学毕业生的一个特质 但是呢 他也展现出很多 他的优点和他的长项 你想转行让他干嘛 比如说我们的市场推广人员 我觉得他的这种激情 他的营销策划的能力 都还是不错的 他的表达能力 总体来说也还是可以的 第二个 比如说 他有这种很好的 这种自我提升的意运 和这个 包括很好的英语的能力 那么包括我们的海外业务 实际上可以请他再参与的 当老板的 我们不要轻易地 去个员工贴标签 轻易地让他改行 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本身就应该在这方面发力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他 今天表现的不是那么的好 然后就让他去转型 其实你转型完之后 你会更加痛苦 至少这是你的本职 本专业 所以如果你不能把 这方面的东西提升出来 这些老板们也不知道 你能干什么 我不同意S2的观点 你这个大学 毕业是好大的专业 首先他不是他自己选 有可能他父母选 就是说他自己 并不应去擅长法律 所以我们在校园招聘里边 我们80%的学生 跟我们专业都是不对口的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 读了书出来 能从事自己本专业 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就像我一样 我就没有做本专业 但是我觉得也OK 但今天他来面试的时候 读了那么多年书 您刚才说 可能是他父母的意愿 这些我们通通不清楚的前提下 不要贸然地 去试图游说他改变专业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一开始我陷入了一个迷惘 就是当场并没有 我的对口的企业 也并没有我想要去的律所 所以在陷入这种 迷惘的状态之后 开始选择 临时转变自己的内容 因此就可能导致他们 产生了一部分的质疑和疑惑 最后的选择要靠你自己 毕竟你读了这么些年 是吧 轻易地放弃确实有点可惜 你自己负责就行 好不好 谢谢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六盏灯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是 什么职位 来 我希望你来了以后呢 是跟我们一起创业 就反正工种挺多的 你可以勇于地尝试一下 我给到的一个职位是 来我们的多点社区的社群孵化器 来做移动社区的战场 我们现在工资钱包给出的职位 是法务运营 法务运营的专员 我们行政教育可以给的是 企业法务 因为我刚才听你在讲的时候 你说你看到文件的时候 那种激情的澎湃 我觉得你是非常适合 这样的一个职务的 我希望提供一个 法律类课程的 制作总监的岗位给你 总监 没错 帮助我们一起制作 法律类的课程 去审核 校对 然后验证这样的法律类课程 小陈其实他有很多 很好的这种特质和素质 他其实有很多的 可发展的这种倾力和方向 那么我建议呢 他选择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呢 要选择70后的Boss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跟90后 或者85后的这些Boss们呢 你可能能收获到激情 当然你跟我们 你可能收获到这种经验 收获到帮助 六盏灯 灭四盏 留两盏 来 请 再面一盏 人家不想当总监 来 我们一掌声有请 熊平 陈颖 谈钱不上感情 你写下你们的薪酬 写好了吗 陈颖 来 请介绍 好 4500加 6000加 来 我问你一个问题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对于4500加并不是十分满意 你要求4500加加到多少 起码5500 起码保证我一个基本的生活 加是可以的 但是要有一个 我们叫做薪资结构的 一个构成说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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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问 你说可以加是吧 可以 你先加 你先加了再说 好 你刚才所要补充的话 你说吧 是这样 在公司钱包的平台上呢 我们不仅给你提供的是 基础的薪资 还有整套的一个package的福利 你在我们公司的这个职位 是市场专员 我们这个团队 你的领导是市场总金 来 把另外一个市盏灯亮起来 有谁的薪酬 可以超过于6000的 来 你是多少 8000 8000 有没有超过于8000的 陈国进8000 1万元 1万 有没有超过1万的 来 1万5 行帅1万5 有没有超过1万5的 把另外9盏灯灭了 这行帅疯掉了 大乱市场秩序 咱们问一下行帅 为什么要出到1万5 我觉得他对文字特别有激情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懒得去看合同的人 我需要有一个 在公司帮我们看法 看那些法务的合同的人 我觉得这个人 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公司有没有法务人员 目前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所以你才莫名其妙开出1万5 我想问一下三位人力资源专家 在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企业过程当中 普通的一个法务的基础人员的工资应该是多少 研究生毕业进入企业 刚才这6000给的是合适的价格 6k到8k其实是一个合适基础的价格 那1万5是不是疯了 我觉得太缺乏理性了 你从哪看出他觉得值1万5 我补充一下 就是在我们公司 其实这种薪资是最低的 因为我们的老师平时的薪资都在四五十万左右 所以我给出的薪资实际上是我们公司最低的价格 你这有点扯啊 必要标准和最低标准是两回事 就是你这个岗位应该是值多少钱 市场价是怎样 你哪怕是略高一点是没关系的 那你说他对于文字有畸形 对文字有畸形的人多了去了 多拿1万5吗 我决定不是这样 我决定的观点吧 就想帮那个行帅说一句 其实他给这个薪资确实在他们公司 并不算是一个很高的薪酬 他是个网络教育的 但对于我们今天候选人来讲 他是需要有一根带他 他现在是个小白 他自己独立没办法完成 你那家公司的工作 这是我的观点 这1万5的确是不理性的 我们看一个选手 真正尊重一个选手不是拿钱 是尊重于他的能力 能够给企业带来的价值 你有钱是你的事 我不一定要 关键是要看拿多久 好 考虑十秒钟决定是否愿意让行帅 来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你的决定是 你的决定是 不换 不换 掌声应该再热烈一点 我认为90后能够在金钱面前 抛弃自己的欲望 审视自己真实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克制的行为 好吧 来最后十秒钟 在这两家企业当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五一 进入企业之后 我一定会首先好好适应该企业的环境 然后尽量的熟悉它整体的业务方向 以及业务细节 然后好好的处理 我应当要需要处理的一些事 我同时不断提升自我